五指茅桃,一种看似普通的植物,却拥有着不可思议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。 它的学名为粗叶绒,是南方常见的野生植物,因其叶子长得像五指,而且果实成熟后毛绒绒的,如同桃子一般,顾得名五指茅桃。 自古代起,五指茅桃就被广泛应用于中医治疗中。 据广西中药制记载,五指茅桃具有健脾化湿、行气化痰、书筋活血等功效。 不仅在中药领域,五指茅桃还在饮食领域占有一席之地,它是南方地区的常用食材。 具有独特的香味,我们可以将其果实炖汤,或将其叶子用于制作茶饮,还可以用其根筋炖鸡、炖肉等。 除了药用和食用价值,五指茅桃还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。 它是典型的耐阴植物,适合生长在阳光充足、排水良好,且富含腐质质的土壤中。 因此,种植五指茅桃,不仅可以增加土地的肥力,还可以改善土壤质量,对环境保护有着积极的贡献。 同时,我们还可以将五指茅桃的文化传承下去。 五指茅桃寓意着勤劳、坚韧、朴实无华的品质,这些都是我们应当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。 我们可以通过编写歌曲、拍摄电影等方式,让更多的人了解五指茅桃的文化内涵,让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计。 在五指茅桃的故里,也就是我的家乡,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五指茅桃文化节。 在这个节日里,我们会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,如五指茅桃歌曲大赛、五指茅桃美食大赛等,让更多的人了解五指茅桃的营养价值和独特魅力。 同时,我们还会举办五指茅桃种植技术培训班,让更多的人掌握种植技巧。